罗马书探索 9.肉体罪律,脱离得生 29.住在主里,就不定罪了 作者温正祥 保罗在前章感叹人内心罪的势力有多大 他以前潜心研习律法,遵行律法 本该爱人如己,却四处杀害信耶稣的人 罪歪曲了律法 然而,他晓得,律法本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既然如此,他便自问自答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 原来,在他执意于律法规条义问的遵行时 他的心灵却受到罪的蒙蔽 那良善的律法反而成了他置人于死的事 他还自意地以为替神行道 他因而更清除了罪的重大恶极 借着那良善的诫命叫他死 罪真是死得毒刺 与生俱来的罪 更甚者,他发现他常要立志行事 并不由得他 他所愿意的善,他反不做 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倒去做 若他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他做的 乃是住在他里头的罪做的 他才知道,在他里头并没有良善 而且他的肉体早已浮在这与生俱来的罪下了 诸一指出,人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从他深刻的体验 保罗觉悟到 律法虽属乎灵,是美善的 但它是属乎肉体的 是以为罪所拥有而服在他的瑕疵之下 而常陷入在条例的字句中 而不是留心思念神在其中所孕意的美善 圣灵的律克福 就在深感痛苦 不知谁能救他脱离这找死的身体时 他醒悟,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如今,他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就是不再受制于律法所说的 有罪之身而自荐 以及行不出律法的条文而自揪 他们乃是在圣灵的律之下 活出所领受的新生命 这都因主从罪里释放了他们 使他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这死的律借人内心的罪 挟制人的血气或肉体 专注在律法的字句上 而忽略了其中的经义 律法本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耶稣感叹 当时热衷查考经文的人 以为在律法的条文中 便可寻求救主 却无视耶稣就是这些经文 所预表的基督 他们要来到他这里 才能得永生